大家好啊 这个这两天呀 发生了一个西安地铁上 一个保安 把一个小女孩给拖拽出来 挺狠的啊 那个视频我也看到了啊 然后最后那女孩好像都裸露出身体的啊 某些部位了 非常的不雅观 也让人觉得挺野蛮的 挺残酷的啊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呀 就是也有粉丝给我爆料了 就是把这个视频发给我啊 这个有些视频啊 我还不能分享给大家啊 这个我呢 经验上有点欠缺 我刚做了一年多啊 这个前一段也是一个粉丝 热心的把那个大连不是恶意状人吗 说是个吉林 在大连是一个理发师啊 美发师 后来因为什么感情受挫 还是投资失败 是吧 在一个路口撞死了七八个人吧 后来有一个粉丝好心给我发了一个那个什么 就是现场给撞的那个人呀 哎呦呦呦呦呦呦 是吧 那个惨 哎 后来人家这个油管 人家这个 人家是东家呀 人家是做装的 人家不乐意 是吧 所以有的东西我还不能给大家分享 只能用我这张嘴 是吧我这张嘴基本上还行 活灵活现 是吧 很多人说听我聊天有现场感 是吧 这个人物 时间 地点 事件 来龙去脉 是吧 说的也够清楚的 是吧 所以呢 有些视频大家谅解啊 就不给大家看了啊 真没办法 是吧 人家油管也有人家的立场 是吧 这个有人说了啊 就那个女孩 很多人都看到了 说这个女孩子是我的学生 今年呢 刚才从大学毕业 在一家教育机构实习 女孩 平时比较文弱 眼睛高度近视 我也近视 我打一上初中就近视 我也配过两三副眼镜 但是我都没戴长 因为我老得干体力活啊 开车 搬油搬米 搬面 搬酒 是吧 我得干活 所以我就 我也近视啊 女孩的平常比较文弱 眼睛近视 当天在车上 因为和机构 你看 机构 还在教育机构 教育机构 你不明说 他就不是学校老师 所谓教育机构 就是培训 校外培训 可能这女孩都面临失业 现在各省市 对吧 从中央那刮下了一股风 文件吗 文件治国 领导讲话治国 精神治国 口号治国 运动治国 可能这女孩心情也不好 马上可能面临失业 不失业 工资 薪水 报酬 估计也得大幅度的缩水 是吧 所以他跟领导 领导啊 因为工作的事 打电话 声音高了点 是吧 而后被老头骂了几句 他是跟一个老头发生的纠纷 并且老头 还把女孩子的伞 带了一把雨伞 雨伞叫 Umbrella 是吧 给故意踩坏了 女孩呢 要求老头赔偿 老头就打了女孩 而且很嚣张 说他没有献钱 没有献钱是干嘛 哦 就陪他那伞 还是陪他 你打我 这怎么回事 这不清楚啊 说他没献钱 女孩子说 你加我微信 老头故意骂人 说这女孩是女流氓 这个保安 保安啊 不问青红皂白 强行脱拽女孩子 是吧 然后说 越来越多的证据出来了 西安地铁事件 是一个对世界的认知 颠倒 以老卖老的老红卫兵 啊 这个和一个执法权 却被赋予了 没有执法权 却被赋予了某种执法权 原理的具有典型的平庸之恶的底层 说的是这小保安 对一个正当的维护自己名誉和财产权的小女生联合施暴 而那个赤身裸体的小女生 就是可怜的我们 是的 我们现在正被人家欺误 而官方 却在为欺误我们的人撑腰 我们无处申冤 无处说理 反正我们都没看到那个视频 就是那个保安 一个穿黑衣服的 所谓的黑皮 穿一身黑皮 穿一身狗皮 二狗子 是吧 正在拽 然后那小女孩 反正后背什么的露出来了 好像是啊 然后那女孩跟那哭闹 说我的什么身份证落在车里又回去 又回去拿身份证 怕车开走 然后那保安又拽他 反正是挺野蛮的 不过说一点 就是说 那老头也许也很不是东西 我没看到 但是说在地铁里边打电话声音大 这点我是深有体会 就是我在北京也经常坐地铁 我坐过很多地铁 比如说那个四号线 就是到那个大兴那方向去的 十三号线 东志门到西志门 我那会儿住回龙贯 也住望京也坐那车 十三号线 还有顺义线 顺义线好像叫十五号线吧 我住顺义 住顺义县城 住顺义马坡也住了好几年 是吧 这个我经常坐地铁 包括原来我住安定门 坐二号线 坐一号线 反正这地铁 八号线六号线 几乎我都坐过啊 但是说一点 就很多人确实也没素质 在地铁里边大声的 就是讲电话 大声讲电话 接电话打电话声音特别大 这个包括除了讲电话之外 还有的人听那个MP3 听歌声音特别大 我记得有一次 好像是七号线是哪 好像在那个虎房桥啊 还是好像正好 那个往那个那个北京焦化厂化工厂 往那个东南郊那方向去 回来 我到那好像是结账 跟他们结个账 然后回来 有一个女孩子吧 外地的 也是在那放音乐 放特别大 我说你小声点 小声点 他还跟我吵啊 反正当然我们吵两句就算了啊 然后还有一次是一个似乎是一个韩国留学生 韩国留学生吧 也穷 旺京 旺京不是韩国人多吗 旺京还有一个叫中国中医研究院 叫什么北京针灸骨科医院 好像叫这名 对了 这还是我的客户 我忽然想起来了 北京针灸骨科医院 骨科学院好像是啊 针灸骨科学院 在旺京 那儿那儿有一批韩国留学生 但是他们呢 没钱 或者说家里给的钱 想多剩点 是吧 家里也不是多富裕 韩国人也很多也不富裕 他们就到顺义去住 啊 这样的话 那边租房便宜 这样的话 每天得坐地铁过来 啊 是吧 包括我们原来住燕郊 燕郊也有好多人 有些就是韩国人 从这个这个旺京搬到燕郊去的 首尔填城什么的 我们小区也有 所以他们都是为了 是吧 便宜点 中间不能多挣点吗 或者能省下点 就那韩国的孩子 留学生 也是嗓门特别大 就是不是嗓门 他听韩国的好像电视剧 我说你声音小一点 哎 这他才小一点 还有什么地铁上不排队的 我也管闲事啊 有一次一个东北的啊 还跟我吵起来了啊 反正情况这种类似情况 这种不文明现象是非常多 是吧 也难说 我不知道谁到底站立不站立 这很多东西也是一面之词 是吧 这是肯定 如果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是朋友 是熟人 是同事 他的表述 你更容易倾向于他 你更容易相信于他 对吧 但实际上不一定是全部的真相 反正我们看到的那个黑皮 穿着一身狗皮 那二狗子 是吧 那保安 对吧 当然我说二狗子 可能又说啊 你不厚道 是吧 就曾经说有个交通警 拦住过一个司机 那司机说 你怎么又拦我呀 那个说前面有个二狗子 都拦过我了 那意思 邪警 或者保安 或者联防队员 那警察急了 你说谁二狗子呢 啊 你说他是二狗子 那我是谁呀 是吧 先这样吧